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进入色不易空,空不易色的境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苦,什么难 有了智慧都不难 没有智慧,到处都是苦难 要度尽一切苦恶 你的境界才会进入色不易空,空不易色的境界 因为有的东西会没有,没有的东西会有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空有空无 我们在人间不能玩空 但是要知道世间一切皆空 只有承认它是空的,你才不会执着 因为你知道它是有的话,你就会执着 执着就像一个不好的细胞 它不停地在身体血液里循环,伤害你 你们大家想想看 我们一生为了一件事情执着的例子 伤害了自己多少正能量 钻在里面出不来 看不清人间事物的真相 就像一个人得了白内障 看整个世界迷迷糊糊的 他看见色,看不见空 他看见空,又找不到现实存在的明物质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两边的极端 就会让人产生颠倒梦想 人间的一件小事,如果你去执着它 执着就像一块放大镜 就等于你用放大镜去看一件小事情 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大很大 在你心中会变成很大 很难过去 如果不执着 就等于眼睛看得很清楚 很小的一件事情 解决了就解决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色空不易 莫执着 中观正见 不迷惑 颠倒妄想 由心起 破除我像 物真意